大家好,我是重大犯罪課主持藍獸浪阿波 你好,我是阿晴 阿晴,過去都上來本節目做好幾次嘉賓 自己和網友們都有點認識 在6月份東京發生了一宗名案 可不可以簡單告訴大家 其實原來東京警方在一間酒店裡 發現有個女子身中70多刀倒閉 事後發現,到底是什麼事 原來這個女子是一個應召女郎 懷疑是因為她在應召期間 發現有人在偷拍她的行為 於是她就馬上不妥 打電話給公司叫人來 說有人偷拍我,快找人來 但事後發現,連上門職員都受傷 警方懷疑,到底是不是偷拍犯罪呢 最終警方找到這個票,她只有19歲 將她拘捕了,還未上庭受審 當然到時受審的時候掌握到資訊 會在節目中和大家分享 說回本季,第24季的節目 最初兩集都有邀請來做嘉賓 嘉誠,不如說幫大家聽 頭兩集是說什麼的 第一集就是大家講人很熟悉的 就是澳母真理教 我們會講回澳母真理教 為什麼吸引到這麼多高學歷的人去信奉 甚至那些人是做醫生,做科學家 但他們都會樂意去幫忙殺人 澳母真理教教主賣完張房 香港人都相當熟悉她 第二集講什麼內容呢 第二集就講回另一個日本流行文化 就是AKB48 當中AKB最出名就是一個握手會 在那裏大家可以見到自己的偶像 跟他聊天,握手,一些肌膚接觸 但在一個叫做這麼愉快的friends meeting 活動,竟然都發生傷害事件 甚至有兩個偶像 除了這兩集節目,當然有其他的內容 包括我會講2018年發生的 東海道新幹線的無差別殺傷事件 另外聽我這本節目都知道 除了主要講日本事件 有時候都會講講其他地區 南韓的事件我會講一個連環殺手 她是女性來的 她不是用刀殺人,她不是用繩殺人 她是用毒來殺人的 除此之外,台灣的案件 我暫定都會講台灣基隆五福旅館的命案 都不能不講主題 日本的犯罪事件都要講其他 包括大家最喜歡聽的 舊年代的日本事件 一切一切都會在第24歸 跟大家去分享 豐富內容當然呼籲大家 馬上去付費支持本節目 重大犯罪課,非常需要你的支持 好,跟大家說聲,多謝 請給我看 K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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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SE